今天呢 也就是今天 看看我和燕姐在往皮卡上装装备 煤气 炉 备胎 还有卡气 等等餐具 这个呢 一会儿买些青菜放里 那个呢 装饮用水 小房车上啊 有备 还有这个电暖气都得带着 因为除气在外呀 也不知道外面这两天天气怎么样 拿这个车上的背就行了 这个背带着 一会儿再把他们带着 还有电热毯 哎 这个就是 哎 这个这两年加点不少吧 无人机 还有360 大手电 也得装上 看看后面装的 户外电源呢 外出露营的时候是一定要带的 起码他能给你应个急 哎 无人机 放到这个位置 手电 还有360 三角架 拍摄的装备啊 不能少啊 二姐呀 负责装 吃的东西 这还有酸菜 还有我爸昨天灌的雪肠 还有青菜 和蟹去吗 和蟹可以有 可以有啊 可以 我家里的给他挑点 和蟹麻烦 好的好的 刚刚要装完呢 现在就下起了雨 赶紧把这个 关上 哈哈 小年猫在这儿洗的澡 还得把小年猫接上 哎呀 着急了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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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轮胎啊换上 换上轮胎以后啊 还得加损 对啊 对啊 轮胎 那天不 扁了吗 技术能行吗 这上轮胎有没有技术含量 对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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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挺不劲的 这肚子大 哈腰能哈下呀 没事 没事啊 螺丝先挤上 嗯 那再上上以后啊 对角上 拧着螺丝 先不要拧太死的 到时候一起紧吗 对 先都给它固定 是不是啊 对 先对角先 固定 对 先紧一下 啊 但不要紧死 这次容易偏 是不是 那边压不下去了 这边的风真大 能把那么多八道 好 那也是坑吃 哈哈 他俩也体验 你俩跟九哥一样 收了 有问题收一收吗 车停的有点偏 车停的有点偏 到处 咱打这 好 这个位置刚刚好 这就行了 是 来 灯热没有 亮了 又不亮了 亮 啊 刹车灯亮了 好 走吧 往前走吧 我们要出发了 把小房车的水啊 也得加满 我得上里面 把这个以前的老水 放一放 因为毕竟啊 也挣不长时间 并用了 另外 咦 好 准备走了啊 水也马上 加好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冰陵城下 冰哥带你 游田下 早上呢 收拾 披抗 哎呦 痛快 一直弄到了 中午的12点钟 现在呢 水也加满 所有的物资啊 也带起 天气啊 还是比较冷 但是咱们不怕 咱们车里啊 还是有取暖设备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出发 呃 沿着千里海岸海岸线呢 东普安是千里海岸线的第一站 那么我们现在从第一站出发 继续往前走 呃 哪块风景好 我们就住到哪里 我 雪风吹落夜满地 走遍千山之为你 曾经为爱照了命 最后 今天的浪啊 确实是不小 风也特别大 那么前面那艘船呐 就应该是在这搁浅的一艘货轮 据说都很长时间了 今天我们就不再往前走 就停在这里露营 明天风小一点啊 可以拍一个这个 货轮搁浅的详细情况 今天这不行啊 无人机飞不起来呀 今天这风啊 实在是太大了 海海面的浪啊 也是特别的高 不过越是这种地方啊 路营越有感觉 所以说现在就不走了 在这儿 潮水潮水 安营炸寨 你下床 接着姐把床铺一下 外面可冷了现在 我认识你的房啊 这有毯 快下去 你够躺着 我们这个房子啊 现在是三面环海的大海景 看看 明天看看那艘货轮吧 啊 吹不跑没有事 丁哥的装备啊 也不是烂得虚眠 看天冷了 我还有小取暖炉 放在这个小拖瓜里啊 那绝对是够温暖 一会温度就好上来了 还有个大羊皮 那给年猫当狗窝吧 咋的贵的给年猫当狗窝了 暖了呀 冷不了你放心吧 年猫 这窝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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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啊 哎呀 大宝贝 哎呀 你这边合适啊 怎么样 要不要逮劲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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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你怎么玩啊 哎呀呀呀 起不来了 我们这种大风天气啊 三外露营 破挂房车呀 去击这个四个车腿要织好 前车呢 可以不载 这样一来的 增加了这个房车的 居住的稳定性 外面的大风啊 越来越大呀 还好啊 小房车还算是平稳 看看小年猫啊 小年猫的羊毛大窝 哎 不能在这儿啃羊毛啊 在这儿啃羊毛呢 你看会呢 你啃一个地方好多一会儿 不行 没了吗 脱 脱 脱 我揍你是不是 还有这脸 你脱 你上来 在这件事啊 隔着窗啊 也能感受到 车外的大风 行车里跟小孩优车的 护山 护山的呀 护山都睡一觉了 我说我们这是散电环海嘛 这两个窗 加上后面那个窗啊 都是可以看见大海的 现在推潮 推到哪儿了 潮都推到那个位置了 但是风太大了 我们想去下去去干海去 太冷了 算了 又冷了 风又大 干海肯定能减着东西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宾哥这期视频呢就做到这里 今天呢 我和燕姐 真真正正的把车 停到了离海 也就是 200米的地方 而且呢 周边呢 就是下去啊 就是这个大海 后面呢 还有一个搁浅的货轮 如果说没有意外哈 明天天没有风 我们可以下去赶海 也可以航拍呀 看看这个 搁浅货轮的情况 那么好了 家人们 感谢您的关注 更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